欢迎收听《义士邪军》第361回 熊开山和狐狸地啊,猛地抬起了头,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老大,再看了看金墨鞋几乎怪叫出声啊。 梁大兽王一直跟在老大身边鞍鞋马后,一辈子呢,都从来没有见过梅血烟的这种表情,也从来啊都没有听过梅血烟发出过这种温柔中还带着顺从的声音。 自然是震惊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不是这姐夫的手段也太霸道了吧,竟然连这么凶悍的大姐也驯服了。 见到了熊开山和狐狸地,几乎要将眼珠子瞪出来的样子,梅血烟的羞怒大气,一人一脚踹了过去,干什么?傻了是不是?想挨揍是不是? 两大兽王痛叫出声,却挤眉弄眼儿,高人形势,高深莫测,我被如何能明了其中因果呀? 没什么,没什么,真没什么。 听到两大兽王的黑黑追声啊,梅血烟的脸上更是腾得一下子尽数地红了起来。 管清函静地在一边看着,本来啊是一脸的笑意。 心中呢,却突兀地涌起了浓浓的酸涩之意。 偷偷地看了看君墨鞋,这个在神志昏迷之中,却夺走了自己处子之身的男人,自从啊,回到了天乡城,可是好久都没有再来找自己了。 他刚看过去,确定君墨鞋啊,正向自己看来,不由吓了一跳,急忙扭过脸去。 君墨鞋啊,嘻嘻一笑,突然凑到了他耳朵边。 清函姐姐,我,我又中了那种毒了,您就行行好,再帮我解一次毒吧,这次可是急需呀,我难受得很,哎哟,哎哟,可要了我小弟弟的命了呀。 君墨鞋啊,是脆了一口君墨鞋,他现在可是什么都明白了。 君墨鞋正凑在跟前,不由的呆了一下,眼前一个晶莹踢透的小耳垂和那半边完美无瑕的侧脸,眼波盈盈美不胜收啊,一时心头火起,竟然那伸出舌头舔了一下。 管清函一声轻呼啊,君墨鞋哈哈大笑,嘿,你放开干什么呀,你可是我第一个女人,哎,明天就是三叔的收义女的典礼,典礼过后,你可就是我三叔的义女了,哎,我立即让爷爷做主同意,当天晚上就把你抱进我的被窝,看你还逃不逃。 管清函这个时候,一定修的是无地自容呢。 君墨鞋哈哈大笑,转过身来,却见啊,美雪燕和千寻正满脸痛红的看着自己,目中呢,如雨喷火。 至于熊开山和狐猎地正瞪大了眼睛,一副见到了神仙一般的仰视的目光啊,神人啊,这,这可真是个神人啊。 不仅把我们老大说得服服帖帖的,而且居然还敢在我们老大面前调戏别的女人,这份胆色可真是叹为观止,太霸道,太偶像了。 君墨鞋一愣心中大呼糟糕啊,刚才所说的那些话,自己明明记得要用秘语传音的,想不到一时啊,色令置婚,居然的全部忘记了。 直接给说了出来,看面前这几个人的表情分明就是都听到了,美雪燕恼怒地看着他脸上还带着蕴红,这个家伙的做法难得自己心中刚刚才感动一些,他居然呢,接着就在自己的面前调戏女人,这胆可真肥了呀。 蛇王千询看着君墨鞋的眼神也很是不善,似乎下一刻呢,就恢复原形张大的大嘴,很有一点啊,一口将这个无耻的家伙吞下肚子去的意思。 君墨鞋呢,见识不妙,急忙啊咳嗽了两声,他自然知道,在这等当口啊,千万不能解释,解释就是掩饰,掩饰就是确有其事。 没有最糟糕,只有更糟糕,越描越黑,那可是真正的大事啊。 眼珠一转,即刻转移话题啊,他咳嗽两声,道貌二人的说道,呃,这个,既然大家都统一了意见,那么你们四个人呢,就在这里服下吧,我正好没事,替你们护访,而且我派的玄公外放,对你们的进阶很有帮助。 呃,师父他老人家呢,另有别事,呃,这个呢,实在啊,是不方便打扰,呃,就我来吧。 说完了,他还催促了两句,呃,梅姑娘,这个你也清楚啊,实力嘛,就代表了生死存亡,呃,那么毫厘的进步,也足以影响夺天之战的最后的战果,以及天下苍生的安危未来嘛,早提上一刻就是把握呀,快扶下吧,啊,快扶下吧,啊, 说完了呀,君墨姐嗓子干巴巴的打了两个哈哈,如同夜消夜提啊,又如是呢,拿着空薄去,在沙地上使劲的瓜,刺耳难听至极。 他知道,现在梅血烟肯定是很恼火,所以连厚着脸皮叫血烟也不敢了,直接改成了梅姑娘。 更将啊,两世为人都没有在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大帽子先扣了上去,开口大路大势闭口天下苍生,俨然依附悲天悯人的圣人的嘴脸。 不得不说,这话题转移大法和戴高乐神功啊,还是很有效果的。 原本怒发冲冠的梅血烟狠狠的哼了一声,一把啊,抓过了一瓶,倒出了四粒丹药,先是呢,给了千寻一粒,然后看着狐猎地和寻开山。 只见这两个祸呢,还张着大嘴啊,傻愣愣的一脸的钦佩,气儿可就不打一处来啊,手指一弹,两颗丹药,直接就从那两张大张的大嘴中射了进去。 别看就这么一颗小小的药丹,其间夹杂着梅血烟的熊魂的行功啊,打得熊开山和狐猎地两个人呢,都是痛叫了一声,牙齿呢,都差点被敲下去。 正要奇怪,突然感觉了口中一片芳香,一股暖流呢,在口中化开,化作了一股佩然的热力,冲进了全身经脉,四肢百害啊。 全身的原理,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强烈的刺激一般,顿时呢,磅礴汹涌了起来。 在经脉中,深河倒流一般的猛贯,两大狩王心中一领,带到睁眼看时啊,这间梅血烟和狩王已经盘膝坐在地上,正在运功消化药力。 熊虎两大狩王自然也不敢怠慢,急忙坐了下来,五仙向天,眼观鼻鼻关心进入到了深沉的调息之中。 军墨鞋松了一口气,哎呀,这一关呢,总算是过去了。 过了一会儿,三朵浓雾形成的花,嗖的回收进了梅血烟的身体,然后梅血烟啊,便轻轻的睁开了眼睛,目射齐光,看着军墨鞋,心中波澜起伏,眼神复杂,百味杂陈啊。 一点也没有错,梅血烟明显的感觉到,自己的原力在这一会儿的功夫呢,确实是得到了极大限度的提高,整整是五十年的精纯的原力,甚至呢,有有过之。 梅血烟自从上一次被十大高手围攻,不幸啊,身负重伤,勉强的支撑逃回了天伐森林。 但是,伤势可以说是极为的沉重,从内到外,身负掌伤,剑伤,刀伤,哪里指的一处啊,更被一种阴邪至极的邪门的功夫击中,那阴邪之气始终盘踞体内,竟然是屈之不出。 梅血烟呢,辛苦疗治了数十年,甚至恢复了寻寿原本的修炼,但是当年的伤势始终未能痊愈啊。 当年的梅血烟也是心慈手软,一开始呢,更是未出权力,总想着呀,这些人都是夺天之战的主力,动辄牵扯到整个大陆的安危,损毁不得,这才吃了大亏。 若非梅血烟实力当真了得,只怕是早已香消玉允多时呢。 那一次的沉重的伤害,对于梅血烟来说,只差一步啊,就是灭顶之灾,十大至尊之上的高手围攻,其实小事啊。 其实那一战呢,就无数次的挣扎在了鬼门关上,直到天乏之战前夕,梅血烟才终于赶到了一举恢复的边缘。 却又在最紧要的过程之中呢,经受了惊吓。 即将成功的那一刻,罚天圣果的尸切,竟然让他心神激荡啊,原力全面反噬,瞬间就被打回了原形啊。 而君墨鞋就在他无力行动的那一刻,就无巧不巧的闯了进去,以为那是一只平常的小动物,大大的恶作剧了一番,让梅血烟羞愤欲死,却又无可奈何。 但是君墨鞋意外的使用自己的天地灵气为他疗伤,却也起到了极大的治疗的效果。 虽然说未能令到他完全的恢复,却让原本的旧患啊,消灭了大半,甚至于连元气反噬的结果也变得没有什么大碍。 在君墨鞋离开之后,梅血烟呢是潜心运功,终于恢复了八成左右的实力,成功的将旧伤强行压下,抽战四大至尊,并一举而胜。 但是啊,梅血烟却知道,自己的伤势呢,远远的没有真正的恢复,而夺天之战可就近在眉睫了,自己这样的状况完全的没有把握呀,这才提出了游历大陆,希望呢可以寻觅机缘彻底的恢复。 而跟在了君墨鞋身边,正是他早有预谋的安排,因为君墨鞋的天地灵气正是恢复他伤势的无上法门。 君墨鞋侵辱了他,但是他却需要君墨鞋的天地灵气呢,来为自己疗伤,正是一个错综复杂又难以言语的诡异的关系。 梅血烟一路上啊,被这两种情绪折腾得是精疲力尽,但是君墨鞋一路呢,却是春风得意。 梅血烟更加不愤,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布局捉弄,却被这家伙呢能接不能接的全部的硬接了下来,就算是那些没有接下来的整骨倒塌的,但是这个家伙脸皮之后,那实在是天下无双啊,居然连脸都没红一次,这到底是什么人呢? 梅血烟,虽然说迫切的需要君墨鞋的天地灵气疗伤,但是呢,他始终是一代天罚寿黄,岂能拉下脸皮来求他呀? 权衡良久,始终是,拿不定主意,于是在进入天乡城的时候,协同蛇王千寻,飘然而去。 直到两个人又一次相见,君墨鞋却以极端无赖的方法不禁打了自己屁股,居然呢,还亲吻了自己,这让梅血烟呢,芳心大乱啊。 杀,肯定是杀不得的,打,也不能打太重。 至于斥责对着厚脸皮的家伙来说,那更是等同于没有用。 梅血烟彷徨无忌之下,正好呢,听到了君墨鞋呢,约他去君家住。 神魂颠倒之下,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下来,于是一直到现在。 但长久的相处,也不知怎么着,这个无奈的少年的影子呀,竟然一步一步的闯进了心里边。 尤其呢,是这一段时间,自己的伤势虽然还是未曾恢复, 但君墨鞋的上一颗通缘丹,却为自己增加了三倍左右的惊人的速度。 而这一颗天缘丹,更是生生的补足了自己啊,五五十年的精纯的原力。 伤势,在这两颗神丹的效应之下,居然也有逐渐痊愈的趋势。 那么如此一来呢,自己一旦恢复的话,不仅能够恢复当年的巅峰层次实力,甚至呢,还有很大的几率啊,能够再进一步。 纵然说,不能弥补自己这些年来的空缺,但相差也不会太远的。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古怪少年的身上,究竟还有多少神奇呢? 凉久,梅雪嫣还这么看着,君大少爷终于吃不住镜,苦笑了一声。 干嘛这么看着我啊,看得入迷了?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帅,特有型,特别阳光,特别英俊,特别潇洒,特别的与众不同啊? 本少爷,虽然说是玉树临风,英伟不凡,不是,但你这么看,人家始终会有小小的不好意思的。 梅雪嫣,情绪终于收了回来,可能是相处的时间不长吧,你说的那些我真是没觉得,不过,倒是你这特别厚的脸皮,不让我感觉很是与众不同,你居然也会不好意思的吗? 这,这脸皮厚,其实也是一种优点,哎,你没发觉吗? 圣人说的好吗?脸皮薄,吃不着,脸皮厚,它吃个够,不管是吃喝还是找老婆,都是脸皮厚,才能节足先登。 这脸皮薄的呀,充其量的,也就只能给人呀,食人牙晦,见别人的残缸剩饭,那就没意思了,反正我可不耗这口。 是吗?这么说来脸皮厚,还是一项最大的优点了? 虽不重,亦不远亦,不管是想升官,想发财,又或者两国大战领兵打仗,又或是帝王之枭雄之才,无不具备这个必要的因素,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。 要知道啊,这历来成功者有四大要素,缺一不可呀。 四大要素,行了吧,别让弯子了,痛快点说清楚。 嗯,这第一大要素,腹黑,啊,就是心要黑,不黑则成功机会渺茫,这一点呢,尤其重要。 第二点呢,则是胆大,要敢想还要敢做。 第三点,可谓至关重要,就是心狠的,这第四点嘛,就是要脸皮厚。 这四大要素,你自我感觉,具备其中几点呢? 梅雪焉侧了侧头问道,神色竟然装得极为正经。 第二点,胆大和第四点,脸皮厚,啊,我显然呢,已经是登峰造极了,啊,炉火纯青了。 相信啊,环顾当今之士,能够在这两点上胜过我的,或者也还有,但是,绝对是寥寥无几了。 至于第一点,心黑和第三点,心狠,我现在却只具备一半。 感情丰富啊,一向是我最大的弱点,亲人朋友还有那什么,啊,更是难以割舍呀。 所谓能意不自一,我虽然知道我的问题所在,却是很难改变。 无心一心,薄情非情啊,我此生断无可能同时具备这四大要素。 哼,你可真行啊,那,金墨鞋,你看我呢? 你?你可别糟惊我的这四大要素了,你根本就是一个傻瓜。 四大因素里边,余顶多呢,也就只具备一点就是胆子的,而且还是那种单纯的胆子的。 但是只是单纯的胆子大,没有另外三点的话,就是俗话说的傻大胆,只知道闷头往前冲。 可以说一无是处啊,还无那些胆子小,懂得明哲保身的。 四大因素一点也不具备的好,那样的还有望可以安度余生,现在的你啊,直接就是一个别人陷害的对象,累计累人累朋友,甚至累死全家呀。 你?你胡说?胡说? 你自己也是聪明人,自己斟酌一下吧。 别的咱们不说啊,先说那次十大至尊之上高手阻击于你,就是你受了重伤那一次。 我没问过你一次吧,但是我可以断定,到最终肯定是你重伤逃命,人家十大高手却是全身而退。 顶多呢,就是你全力突围的时候让他们多少受一些内伤,绝不至伤损性命,更谈不到什么残疾。 只要是啊,烧家调养就可完好,是不是啊? 没学愿愤怒的看着他,雪白的牙齿啊,不知不觉的咬紧了烟红的嘴唇,眼中的神色慢慢的从愤怒变成了哀怨。 这不就是心慈手软妇人之人吗?而你自己呢?定然是身受重伤,甚至是几斤一命呜呼啊,费尽了力气,这才勉强的冲出了重围,脱身而去。 而那些被你宽宏大量换过的高手们,定然不会感激,也不会报答你的什么救命之恩,他们啊,只会更加凶狠的追杀于你。 于是啊,你一路浴血搏杀啊,加手下留情,回到天伐森林为止,这整个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呢? 预知后事如何?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义士邪君》第362回。